大家好,由于在这段时间天天晒雨气温还是比较凉快的 没有30度以上,我们的雪茄来还是能层层生长的 看一下这些叶片都是在这几天长出来的 像这种它没有进入休眠区 既能让它正常生长的话,我们就应该给它正常的养护 但是水分一定要少 因为在涟漪天气水分很难蒸发 一定要控制好浇水 肥的话,我们也要适当的给它追加 因为这些叶片一旦长出来了,它会消耗一部分的养分 如果没有养分的吸收,导致生长缓慢 甚至抵抗力还有抗病能力都会下降 由于气温高,脊柱的抵抗力一旦下降就容易患病 看这些新叶都是长得非常好的 我们追加的养分就是使用这种微生物有机肥 为什么要使用这种微生物有机肥呢? 所含的蛋铃甲元素比较丰富 而且它是一种有机肥 盆土的微生物多了就会分解土壤里面的蛋铃甲元素 才能让这个脊柱更快的吸收 又可以依据盆土的土传定 让土壤更加疏松透气肥沃 一个月只是用一小勺直接把它撒到盆土表面 然后再拌拌土壤 这样这个土壤就不会出现绑结了 看上这个土壤非常疏松 尤其是我们刚买回来的血脚兰 原来的土球是泥炭毒还有珍珠盐的话 一定要使用这种有机肥才能抑据一些病害的发生 不然血脚兰的叶片就出现了干扁 发白或者是发红等等的一些现象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